自行高炮 我的名字叫八八市双管三十七毫米自行高炮 什么叫自行呢 您大概还不知道吧 其实这也不是新名词 过去呢是汽车拖着我走 而今天呢在我脚下安装了一副铁脚板 我自己能行走了 所以就叫自行了 别看我是防空兵 但我的任务是装备在坦克大哥部队里 担任实施对空掩护 歼灭高度在三千米以下的敌强机机 歼灭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 随说我是防空兵 但还可以对地面的轻型装甲目标进行自卫设计 我的设计师们在我身上吸收了国外的整体经验 还采用了我们国家先进的火炮电子技术 在我们国家我称得上是第一代产品呢 我的全身由三个部分组成 那就是火力系统 火控系统 还有底盘 在火力系统中给我安装了一门76式双管37毫米机关炮 配用了76式夜光爆破榴弹 我还可以发射我们国家新研制的半穿甲爆破弹 在火控系统中 我安装了搜索测距雷达 询问机 光电坐标仪 还有射击助援解算仪 这些使我具备了短停间射击的功能 我还能利用光学目标指示器 应急捕捉指示目标 用光环境直接瞄准射击敌目标 我的底盘采用的是我的老大哥79式坦克底盘 和他一样灵活机动 有所不同的是 我的装甲略薄一些 身体略长一些 我的设计师们在我的身上还安装了火控系统使用的车内电站 以及先进的通讯设施 在我的身上共有四个成员进行工作 他们的分工十分明确 车长负责操作电台指挥全车 操作搜索测距雷达 询问机 光学目标指示器 他是我们的头 一切都在听他指挥 跟踪手是操作光电坐标仪 又对目标精确瞄准 跟踪和激光测距 炮手是操作解算仪并控制火炮 驾驶员是操作我的方向速度 还负责给我发电 我的重量是35吨 身高是3.395米 可以算是高中风了 别看我有些笨重 但我反应比较快 我的射击反应时间才6至12秒 抗击目标速度每秒0至400米 射击有效斜距离3800米 有效射高3000米 我的单管射速就达到了每分钟360发 我的弹药基数是500发 别看我貌似庞然大物 其实我的成本比防空导弹系统要低得多呢 而且我还能对地面目标进行射击 就连国外的一些先进国家 都有我的一国兄弟呢 观众朋友们 可千万别忘记我呀 许多青年在应征入伍的时候 都希望到首都北京去当兵 恐怕很少有人想到 在北京当兵三年 也未必就有机会 看看天安门逛逛王府井 明天安门逛逛王府井